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我是宋文娟 今早大家起床时 可能觉得天气没有 之前几天凉凉凉凉凉 今早各区最低气温 市区有22度 新界普遍有18至20度 比起昨天早上同期 高出有5至6度 原因是因为之前影响 我们的东北季后风 已经减弱了 而至于天色方面 可以看到很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还有一些薄的云 影响着广东沿岸的地区 但这些云并不是很厚 预料当太阳出的时候 有机会转薄 看到少少阳光 所以今天的详细天气预测 早晚会是多云 局部地区会有一两阵雨 但日间短暂时间 会看到阳光 最高气温就升到26度 吹和缓的偏东风 而至于未来那几天 在华南上空 就会有一个反气船增强 到时高空的空气 也会变得比较干燥 年代在华南地区的云 亦会减少 天色好后气温就会上升 在未来几天 看到这些橙色黄色的地方 代表日间天气温暖 总括未来那几天的天气 是渐转天晴 是天气温暖的 最高气温有二十七八度 其实整个星期 未来一个星期 都是比较温暖的 明天天气是不错的 大家不妨考虑做多些户外活动 行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香港的天气就讲完了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再见 再见